寻找就寻见,寇门就开门 我是Rose,石静霞 今天是2022年5月9日 我们一起读圣经 今天我们还是一起读约书亚记 我今天的约书亚记 这是我第二遍录制 第一遍录制我都即将讲完了 然后电脑出了问题,死机了 然后完了之后重新启动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就再重新录制一遍 然后当时出了问题之后 我就停在这了 然后我就祈祷 然后我就说如果上帝要让我重新录制的话 那我就重新录制 如果不需要重新录制 那应该就还电脑不会出问题 结果电脑就死机了 然后就重新启动了 所以我觉得是神要让我重新再录制一遍 那么既然要重新录制 所以我就把课件做了一下完善 就把原来是没有做到课件里边的复习前面的经文的内容 我有把它加了进去 另外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那我想要让我重新录制 那我就把这一章再重新读一遍吧 然后重新读一遍 果然又有了新的发现 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就是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我们来看 当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在耶利哥取得了这个重大的胜利之后 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呢 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之前在出埃及记 利未记 民数记 生命记里面所看到的 我们大概的能够猜出来 就是以色列人 一般都是这样 当他们取了圣之后 非常顺利了之后 然后他们就会出现新的问题 然后就会犯罪 就会犯错 就会骄傲 然后呢 然后就会被管教 然后呢 就再认错 然后呢 这个再 这个 再继续成长 所以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 经常会是这样 当我们 遵守神的诫命 然后我们听从神的教导 然后神呢 把放在我们手上的事情 交托在我们手上的事情 都顺利了 那人呢 就很容易会怎么样呢 会忘记 这是神让我们成功了 是神成就了我们 然后我们人就很容易呢 我们的骄傲啊 就就用抬头了 就说啊 我好厉害呀 是吧 哎 然后呢 不会归荣耀于神 而是呢 归功于自己 那么我们看 第二代以色列人呢 当他们在 这个 过了约旦河 啊 然后取了耶利哥城 啊 之后 取得了这个大胜利之后啊 然后他们是不是犯了这样的错啊 耶稣亚纪第七章 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 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 撒底的孙子 加米的儿子亚干 取了当灭的物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这个大家注意啊 这句话里面所表达的呢 这是属于 这个写这个约书亚纪 啊 他在后来写这个约书亚纪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认为约书亚纪就是约书亚写的啊 是在事后记录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在交代这些内容 你要注意啊 当时啊 这个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 这个亚干取了当灭的物 实际上呢 只有耶和华知道 还有亚干和亚干的家人知道 而以色列其他人像约书亚他们 他们是不知道的啊 所以这里边是在交代这个情况啊 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 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 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 那也就是说取了耶利哥城之后的第二座城 第二个要攻取的就是爱城 啊 那么他约书亚呢 就是派了这个也是派了探子啊 到爱城那边去窥探 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 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 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 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 不必劳累众民都去 因为那里的人少 大家要注意啊 这里面去透露出了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探子呢 他说的是爱城那里的人少 他说的可不是爱城那里的人啊 这个弱小啊 他也没说爱城那个城池不坚固啊 他也没说爱城的人的这个心都消化了是吧 他就说那里的人少 所以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不用都去二三千人就能攻取了 二三千人就能攻取了 不必劳累众民都去 所以你品出了一个什么味道 哈哈对呀 你是不是品出了骄傲的味道 哎很明显呢 就是你前面打了个胜仗 然后呢啊 你就觉得你自己无往而不胜了啊 然后呢 你就骄傲了 你就不去考虑真正应该考虑的他们到底战斗力怎么样 啊 他们的战斗的决心怎么样 他们的诚实是什么样子的 而就是人少不用担心 我们不用说几十万啊 几万呢 是吧 没必要 我们二三千人上去如探囊取物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什么 交兵必败 对吧 哎 那你要注意啊 你们以色列人在耶利哥是打的胜仗 那你难道忘了吗 你在耶利哥是怎么打的胜仗啊 是吧 那耶利哥城的倒塌是怎么倒塌的呀 很明显 他们现在已经是认为 是我们把耶利哥城打下来的了啊 觉得我们是非常厉害的啊 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 那你就看约书亚怎么样 约书亚听从了这个探子的建议 那也就说明骄傲的不只是探子 约书亚也骄傲了 哎 所以他就判了 好 那我们就派个两三千人就去吧 然后结果呢 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 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 从城门前追赶他们 直到士巴林 在下坡杀败他们 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你没想到在人多的耶利哥城 你们取胜了 可是在人少的爱城 你们却败的落花流水 心都消化了 风声鹤唳四散而逃 还被击杀了三十六人 约书亚便撕裂衣服 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洒在头上 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伏伏在地 直到晚上 哎 这个我们也比较熟悉 那个摩西好像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嘛 是吧 撕裂衣服 然后俯伏这个在神面前 是吧 那大家想想 摩西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干嘛 都是向神求告 是吧 向神认罪 是吧 或者是认罪啊 或者是为这个以色列人啊 来向神这个祈求宽恕 是吧 哎 那么 你看约书亚呢 约书亚说 爱在 主耶和华呀 你为什么 敬领着百姓过约旦河 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 使我们灭亡呢 我们不如 住在约旦河那边道好 主啊 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 准备逃跑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迦南人和这第一切的居民听见了 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 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哎 很遗憾呢 你发现约书亚在干嘛 是 撕裂衣服头上撒灰伏伏在地 这是有这个啊 这个向 向耶和华神啊 在祈祷 在祈求啊 但是 可是约书亚说的话是什么呀 约书亚说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禁领着百姓过约旦河 啊 将我们将在亚摩利人手中 使我们灭亡呢 我们不如在约旦河那边道好 真是不愧是这个 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呢 大家想一想在旷野的时候 是不是以色列人动不动就说 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到旷野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 不给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水和不给我们肉吃 是吧 那我们不如还是在埃及为好 在埃及那我们相应有尽有 相吃什么就吃什么 约书亚只不过没说回埃及 是吧 说那你让我们过河干嘛 约旦河那边 那安居勒也不挺好的吗 到这边来 你又不跟我们同在 你反正让我们灭败 灭败了 是吧 这个埃成就把我们败的落花流水了 那我以色列人都在仇敌面前 准备逃跑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他们要跑 我也没办法呀 是吧 这家南人和这地的一切居民 要听到了这个 这不一定围困我们 把我们从这个地上除灭吗 那时你为你的大明要怎样行呢 什么意思 你要不管我们 是吧 你不跟我们同在 到他们把我们灭了 这个 你这个耶和华的名 谁还来为你传扬啊 所以你看他 这种骄傲啊 也就是说他的认罪啊 他不是真实的 发自内心的认罪 他竟然有对上帝的责备 不满牢骚抱怨 并且仍然还在骄傲 认为是什么 认为是我们以色列人 存活 我们以色列人取胜 是吧 我们以色列人 能够将你 这个神的大明去传扬 神要传扬神的大明 必须得靠以色列人吗 是吧 你约书亚被尊为 这个尊大 是吧 那么你们以色列人呢 这个使加南地的人心消化 是因为你们能干吗 这不是 数典忘祖吗 是吧 这不是忘本了吗 那我们看 神怎么说呢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 起来 你为何这样 伏伏在地呢 他就要注意体会啊 神的责备 神是非常尊贵圣洁的 所以神是不会 像人这样 神就用一个字 一个词 这样就表达了神的威严 就表达了神的责备 对吧 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 就是你本来伏伏在地 你应该是 反省 是吧 认罪 你要认识到 我们骄傲了 我们竟然轻敌了 我们也没有去求告神 我们就以为 我们派这个 这个这个 两三千人就能取胜 结果我们败了 那么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 就我们不知道 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们也希望神 你告诉我们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们改 对吧 你是 这才是认罪吧 你才 你才是伏伏在地 你才是求告神吧 可是你呢 你却这样伏伏在地 所以一个这样 大家要能体会 理解啊 神的 失望 但是呢 神还进一步 给约书亚讲啊 以色列人犯了罪 违背了 我所吩咐他们的约 取了当灭的物 又偷窃 又行鬼诈 又把那当灭的 放在他们的家具里 因此 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 站立不住 他们在仇敌面前 准备逃跑 是因 成了被咒诅 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 从你们中间除掉 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你起来 叫百姓自解 对他们说 你们要自解 预备明天 因为 被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以色列啊 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 你们若不除掉 在仇敌面前 必站立不住 到了早晨 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 耶和华所取的支派 要按着宗族进前来 耶和华所取的宗族 要按着家事进前来 耶和华所取的家事 要按着人丁 一个一个的进前来 被取的人 有当灭的物 在他那里 他和他所有的 必备火焚烧 因他违背了 耶和华的约 又因他在以色列中 行了欲望的事 也就是说 他们除了骄傲之外 还有这样的具体 实在的罪 就是违背了 当初进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神已经跟他们吩咐了 是吧 要把当灭的物都灭掉 然后要把金银铜铁 都要归耶和华为圣 是吧 你们当中有人 他违背了这个约 那么 大家肯定要问了 说 既然神知道是谁 神都知道是雅干 神就直接告诉约书亚 是雅干 然后就把雅干 绳之以法不就行吗 为什么神还要让他们 这个要 第二天早晨 要来做这样的 做这样的事情呢 哪样的事情啊 是不是没有看明白 是吧 你看啊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 使以色列人按照支派进前来 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 使犹大支派进前来 就取了谢拉的宗族 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事人丁 一个一个的进前来 取出来的是撒底 使撒底的家事按着人丁 一个一个的进前来 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 谢拉的曾孙 撒底的孙子 加米的儿子 雅干 哎 这是在干嘛 对 这就是在抽签呢 是吧 先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然后抽签 抽出来的是犹大支派 然后犹大支派 所有的宗族 抽签 抽出来的是谢拉 这个宗族 然后谢拉的宗族 按照家事人丁来抽 是吧 抽出来的是撒底 然后是撒底的家里 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 抽出来的是雅干 那为什么神要不厌其烦的 要这样做呢 明明神就知道是雅干 那直接就告诉约书亚 明天帮他们集合 然后把雅干拉出来 那为什么神还要这样做呢 逗你玩吗 不是是吧 神就是要让做这样的事情 要让他们以色列人 通过这种方式来理解 来确认 来明白 耶和华神是不可欺瞒的 你不要以为你偷偷做了一件事情 你不要以为你偷偷做了一件事情 你偷偷的藏了个东西 你偷偷的说了件什么话 是吧 甚至你心里动了一个什么样的念头 你不要以为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 神无处不在的 神洞悉一切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没有人能够参透 是吧 你看我们经常会发感慨说人怎么这么坏呀 怎么坏的 坏的超出我们的想象 是吧 特别是在这个 最近这一两个月里面 大家肯定就是感受特别强烈 是吧 无论是发生在这个长春呢 还是上海啊 深圳呢 还是苏州啊 还是北京啊 那些事情 对吧 那就可能觉得怎么可能坏到这种程度呢 是吧 或者说你看发生在这个加拿大 发生在美国 是吧 乌克兰 俄罗斯 是吧 怎么可以坏到这种程度 真是这种坏超出了我们人类的想象力了 是吧 人不能参透这些 真的 但是 神 耶和华神 是见察人心的 大家回想一下 在那个 创世纪里边 这个亚伯拉罕 还有这个 他的这个妻子 萨拉 说当时 神说 你们要生个儿子 是吧 那萨拉心里就想 我都 绝经了 我都这个 九十八九十岁了 是吧 我还生儿子 我怎么生啊 是吧 然后就心里想 心中暗笑 神就说 你不要笑 啊 我没笑 神说 你笑了 是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又谨慎啊 你不要觉得你心里动个小鬼念头 神不知道 神都知道 那有人可能说 那我 我做了好多这个 这个错事 坏事啊 是吧 还有心里咬牙切齿 想杀人 暗中画圈咒诅人 那为什么神也没有怎么样我呀 是吧 那怎么回事啊 那是因为神 宽容 慈爱 神在给你 认罪悔改的机会 所以有很多人不是说吗 说这个上帝不爱中国人 是吧 上帝怎么如果爱中国人 怎么会给中国人这么多的苦难呢 是吧 我前面不是曾经讲过吗 上帝爱中国人 上帝要不爱中国人的话 那中国怎么可能绵延这么几千年 是吧 然后这个这个人人口越来越众多 是吧 然后呢 而且呢 你看这个各个方面的这种蓬勃的发展 是吧 你真的以为这个是四个现代化造成的吗 是吧 是神对中国人的爱 是吧 但是那又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给中国人呢 当然要给你苦难了 因为你你不长受苦难 你不在这种苦难这种 你怎么能够去反省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呢 你不反省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你又怎么能够认罪悔改去归向神呢 是吧 所以呢 我们不要觉得啊 我犯了罪啊 然后呢 我没有受到报应 那就觉得神是不存在的 你没有受到报应是因为神还在给你悔改的机会 对啊 你要受到了报应 就说明你已经恶贯满盈 你的罪恶赢满了 就像那耶利哥一样 是吧 你就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 啊 所以啊 大家要 这个 读这个地方啊 真的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啊 好 那么现在看 把这个雅干抽出来了 约书亚对雅干说 我儿 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面前认罪 将你所做的事 告诉我 不要向我隐瞒 雅干回答 约书亚说 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 我在所得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石拿衣服 二百摄克勒银子 一条金子重五十摄克勒 我就贪爱这些物件 便拿去了 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 银子在衣服底下 所以你看 雅干 这个啊 就老实交代了自己犯的罪行 那么你看 就是印证了神所说的 有人背弃了啊 神的这个啊 曰是吧 违背了神的诫命 然后呢 把该灭的 这个衣服啊 是应该要烧掉的 是当灭之物啊 他 没有灭 是吧 然后呢 把银子金子 据为己有 要知道银子和金子 金银铜铁 这些不是说要归耶和华为圣吗 而他据为己有了 然后呢 才藏在自己的家里 藏在家里啊 那 所以这不就是盗窃吗 你是要归为 这个 神 归耶和华为圣的啊 你却据为己有了 你就是在盗窃呀 你就是在行鬼诈呀 你想骗过人啊 约书亚就打发人 跑到亚干的帐篷里 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 银子在底下 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 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 放在耶和华面前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 把谢拉的曾孙 亚干 和那银子 那件衣服 那条金子 并亚干的儿女 牛 驴 羊 帐篷 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 约书亚说 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 今日 耶和华 必叫你受连累 于是 以色列众人 用石头 打死他 将石头 扔在其上 又用火 焚烧 他所有的 众人 在亚干身上 堆成一大堆石头 直到今日 于是 耶和华转意 不发 他的烈怒 因此 那地方 名叫 雅各谷 直到今日 他这里所说的直到今日 都是指 就是写这部经书的时候 这个雅各 就是连累的意思 其实亚干呢 就是麻烦的意思 这个就是约书亚的第七章 那么读到这儿呢 我相信呢 我们 其实很多人呢 读到这里 心里又有这种 这个 不安定的这种 感受了 就是哎呀 觉得 这个神 这个神 真的是 有丰盛的慈爱的吗 真的是怜悯的吗 这个神 你看啊 对 雅干 雅干犯了罪了 是吧 那么 为什么要把他的一家人 儿女 是吧 啊 扑币啊 这个 全部都 一起 烧灭呢 这不是 这不是就像我们现在搞的那个一个人扬了全楼都转运 啊 是吧 这个 这不 这不是连坐吗 这不是啊 对吧 哎呀 还有呢 就算是雅干全家 啊 那么 为什么 他犯了罪 那以色列人去打仗的时候要被杀三十六个人 然后整个以色列的那个出去打仗的三千人是吧 他们会败的落花流水 这不也是连坐吗 更大范围的连坐呀 这对吗 这样 这 不符合普世价值啊 是吧 啊 那么 哎 然后还有 是吧 那个 你这个查出来了 他也承认了 是吧 他也都是 他说的都是实情 你去验查也是这样 我们不是说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吗 这不是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吗 他都已经认罪了 是吧 他也老实交代了 那为什么不给他改过的机会呢 不是说神是 这个慈爱的 有风 有风风满满的 那种爱的吗 是吧 不是说管教管教就行了吗 那已经管教了 是吧 那你不行打他一顿吗 你为什么非得要杀他呢 是吧 这怎么回事啊 是吧 真的 真的 这个这个这个 啊 这个这个神是慈爱的神吗 是宽容的神吗 是我们可以信靠的神吗 还有了 那个在实践里不是说了 那个 那个 你们要彼此相爱 是吧 兄弟之间 是吧 不可杀人吗 是吧 那怎么 这杀起人来 你看好家伙 一起把石头堆上去 然后打死他 然后死了之后 还在上面还堆石头 我的天 太恐怖了吧 是吧 这个 怎么可以呢 是吧 记住一个原则 我以前讲过很多次 就是说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只要你 觉得不对呀 不可思议呀 不可理喻呀 圣经上 上帝怎么这样啊 是吧 哎 我接受不了啊 是吧 只要你产生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要明白 圣经是没有错的 上帝是没有错的 这是一个原则啊 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啊 圣经是不会错的 上帝是不会错的 那么错的就是我们 肯定就是 要么是我们的观念有问题 要么就是我们的理解力有问题 要么就是我们的知识结构有问题 啊 就你肯定是在这些方面有问题 有的时候可能是某一个方面 或者是某两个方面 有的时候可能是 这几个方面都有所造成的 OK 好 现在我就是来给你啊 这个解答一下啊 解决一下啊 对圣经的这种质疑啊 首先 大家想一想 以色列在这一次啊 攻取爱成啊 他们的失败啊 其实不只是雅干啊 这个被约啊 盗窃啊 诡诈 这一桩罪 啊 想呢 是吧 哎 哎 不必都去 只要二三千人就行了 不必劳累 这个住民 那里的人少 是吧 还有约书亚 啊 为什么你竟领着百姓国约旦河 将我们交在雅玛利人手中 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 是吧 我们被灭了 是吧 我们如果被灭了 这个 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所以大家注意啊 其实以色列人呢 他们啊 这个犯了罪 啊 犯了罪 在他们众民中应当去除灭的 除了有雅干 啊 盗窃的 藏起来的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罪就是什么 他们的骄傲 他们取胜了 他们没有归荣耀于神 而是归功于自己 啊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啊 所以他们的失败啊 所以他们啊 这个被击杀36人 是吧 这些 是一点都不无辜的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啊 他们都那么骄傲 啊 这种骄傲也就包含了一种什么 对神的不敬 是吧 你要怎么样 你要 全心全意 是吧 尽心尽力尽性 去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你取得了胜利 你应该知道你是怎么取得胜利 你是靠神取得的胜利 而不是神靠你们取得的胜利 你想啊 在你们打仗之前 耶和华还特地派了一个啊 元帅来在约束亚面前显现 让约束亚明白 啊 明白什么 你不是元帅 是吧 让约束亚明白 你不要问你站在哪一边 你来帮谁 是吧 你应该知道你是属神的 但是你打了一次胜仗 你就忘了这个了 你就觉得啊 你就觉得你在去传扬神的名 啊 神的名要借你去传扬 没了你神的名就传扬不了了吗 啊 所以你要注意 这个罪啊 这个罪比亚干藏物 是吧 盗窃 贪财 诡诈 还更大 骄傲是最大的罪啊 嗯 所以这个就解决了吧 哎 没有人是无辜的啊 然后 为什么说亚干的家人会受罚 亚干把这些东西拿回家 他的家人是知道的 亚干把这些东西藏起来 他的家人是知道的 那么知道他犯了罪 那么知道他犯了罪 而却不去 啊 对他进行 进行 审判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罪是 是背逆神的罪啊 这不是 这不是说你犯了个错啊 这是不一样的 非但不去啊 就是啊 去这个 规券也好啊 审判也好 反倒 不吭声 包庇 你想 难道不跟 不应该和亚干 同担其罪吗 那有人可能说了 施老师不对 你这是 你这是你自己脑洞大开的 啊 为什么呢 你看 这是 这个是这个 这个第七章里 没有任何一句 写到亚干的家人之道呀 我有我的逻辑 我的逻辑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你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 可拉他们的这个 这个叛逆吧 是吧 啊 可拉他们在叛逆的时候 神啊 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是吧 但是 可拉的 儿子们啊 就有没有被处罚的 啊 就是 为什么 因为 他 有的 儿子是没有 跟随可拉 一起叛逆的 所以神在 惩罚的时候 是有分别的 理解了吧 哎 因此在这里 啊 在这里 你看啊 这个 亚干的 亚干的家人 如果有 没有和亚干一起犯罪的 神是会分别出来的 而神将他们一起 除灭了 就说明他们都犯罪了 那怎么叫都犯罪了 也就是说他们都知情 而没有报 同样大家再想一想 你看耶利哥城 耶利哥城 实际上是啊 全部都罪恶满盈啊 是没有一个 那个 无辜的人的 但是 因为妓女喇合 啊 他 归向了神 他自己 认罪悔改了 是吧 归向了神 哪怕他是一个妓女 你要知道妓女行人 这是 违背实戒的呀 是吧 但是因为他认罪悔改了 啊 那么不但连他 而且连他的家人啊 并所有的 你看 都 得到了 救赎 所以呢 神都知道 啊 所以呢 就是说神呢 如果要惩罚 神就会 按照 约定去惩罚 要信使 如果 要救赎 啊 要施慈爱 神也是守约施慈爱 所以呢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 只想要神给我们祝福 然后我们却不想承担 犯了罪 之后的惩罚 你觉得 你觉得 这公平吗 哈哈 是吧 你既然 想要祝福 那么你就必须要担 那个惩罚 那你想 那你想不被惩罚 那就是 你就只做 那会得到 祝福的事情 不就可以了吗 啊 你不能说 我只要祝福啊 祝福都给我 祝福都给我 是吧 惩罚我不要 不能给我 你一惩罚我 你不公平 你不慈爱 啊 你这不是不讲道理吗 是不是啊 所以说神是他非常公平的 所以你还记得神不是说了吗 耶和华神是什么 是守约啊 信使的神 是吧 如果你们要是犯了罪 是吧 是不会以无罪的当有罪 也不会以有罪的当无罪 是不是啊 所以你如果犯了罪 那么就要惩罚你自负己子 直到三代 对不对 啊 那么可是如果你要是谨守 遵行神的诫命呢 神会向你守约诗慈爱 直到千代 回头我们看 妓女俩和的故事啊 你后边我们还会 还会讲到很快了啊 你就知道神是怎么守约诗慈爱 直到千代的啊 哎呀 所以啊 你看啊 就是你要理解圣经 理解圣经 你就要 你要把它连在一起来理解 它的逻辑是整体一贯的 不能断章取义 那么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啊 这这这不是连作是吧 这不一样是吧 哎 这这个这个性质不同 懂了是吧 那么然后 再有最后一个问题 啊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呢 那为什么啊 就是 不是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两个问题 哈哈 先说那为什么 雅干 已经认罪了 也承认了 悔改了 是吧 那么 神还是要 让以色列人 用石头 把他们打死 然后把他们烧灭呢 首先一个是什么 这是之前已经就说好的约 是吧 所以犯了犯了罪就要承担 如果犯了罪不承担 不惩罚 那么神就自己违背了自己的这个约 神如果违背了惩罚的约 那么神所应许的祝福的约 也就没有办法成立了 想一想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啊 再有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当约书亚听雅干 这个 这个啊 当这个 这个当 当把这个抽签 把雅干抽出来之后 你注意到约书亚说什么 约书亚说 我而 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在他面前认罪 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 不要隐瞒 你读的时候 你没有觉得这句话有点 有点那个 不好理解吗 认罪为什么要说归荣耀于耶和华 为什么认罪要说这个 你要归荣耀 将荣耀归给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然后 在他面前认罪 将你所做的事都说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里就埋藏了一个 一种可能 这种可能就是什么呢 雅干你在世上 因为你的血气贪婪 是吧 你犯了这个罪 你犯了这个罪呢 你在这个世上呢 你就要遵守 神跟你们立的约 然后呢 犯了什么罪 要有什么样的惩罚 是吧 要用石头打死 是吧 要要烧杀 因为神已经说 前面已经讲 讲过的啊 那么 但是 大家想一想 在圣经里 这是人有 人有两次的死亡 是不是 那一次是什么 是你的肉身的死亡 所有的人都必有一死 对不对 那么可能你是寿终正寝 像摩西 像亚伦 他们是归到列祖那里去 这是寿终正寝 是吧 有的人可能就是什么 受罚 是吧 有的人可能就是受罚 比如说像可拉呀 是吧 那么 像这个第一代 倒闭在旷野里面的 很多以色列人 是吧 有的人可能就是受管教 像那36个上阵杀敌 然后被杀的 是吧 这是你被管教而死了 那有的人呢 可能是你 你犯了罪 认罪悔改 然后受刑 受到惩罚而死 像亚干 就是亚干 但在他受罚之前 他已经认罪了 是吧 认罪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也就有一种可能 就什么呢 等到最后 等到最后 神在给所有的死去的 和活着的人 重新 进行审判的时候 那就是第二次 我们面对啊 终极的审判 那么 因着亚干 在他的啊 这个约书亚的面前啊 认罪 老老实实的交代自己的罪行 并且承认 是吧 承认什么 我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啊 那么 是不是亚干 就有了一种得救的机会呢 这就是可以理解 约书亚所说的 你是吧 将荣耀归给 绝境的是神 是吧 但是你要想得到救赎 要想得到啊 神的这个宽恕 是吧 啊 你的灵魂得到释放 啊 不被投到最终的硫磺火壶里去 那你就要怎么办 归荣耀于神 老老实实认罪悔改 这样你才有机会 啊 你才有机会被救赎 所以大家理解了吗 啊 也就是说 你犯了罪 在这个世界上 属世界的你的 你的血腥让你犯了罪 然后你要担当这个罪 你是要接受惩罚的 但是在担当这个罪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 你就不可以再认罪悔改了 也并不意味着 你的认罪悔改 就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了 啊 所谓 常说的啊 一句话 就是说 苦海无边回头时 是吧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我这是只是引用到这里啊 就是好帮助大家来理解啊 并不是说我讲圣经 还讲佛经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 哪怕是犯了罪的 哪怕是罪大恶极 恶贯满盈的 只要他在最后受罚之前 即将要引颈受禄 的时候 他仍然能够认罪悔改 归荣耀于神 那么他的灵魂 仍然有得救的可能 这是不是 非但不是残忍的信息 而且是一个丰美的信息 是不是 而且是让我们 哎呀感到 感到 非常哈利路 呀 是不是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肯定对这句话 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 生命第十三章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啊 是吧 也就是说 在面对你的弟兄 儿女 你的妻啊 你的父母 甚至是啊 那么如果他们犯了罪 啊 他们呢 就是引诱你去侍奉别神 是吧 啊 他们呢 就是呢 这个是行那种 在神眼中为恶的事 作恶 是吧 哪怕是一座城 是吧 你都要 只要是确实的话 你都要怎么办 你不可依从 不可听从 不可顾惜 不可连续 不可遮蔽 总要杀他 要先下手将他质子 用石头打死 是吧 哎 你要啊 这样的 你只要成真 是吧 那你就要 在神面前烧尽 对吧 啊 所以这样呢 你是在遵守神的诫命 行在神眼中 看为正的事 所以 如果 已经忘了 生命纪十三章啊 你去复习一下 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在 彼此相爱 众善奉行 和 极恶如仇 除恶物尽 这两者之间 是 并不矛盾的 因为这是 两个问题 所以 真正有正义感的人 啊 真正 爱神的人 他必然是什么 就是 你这个 善和恶 是势不两立的 是 是 是 和非 是 没有 中间地带的 是不能够 混淆的 所以呢 你看 你要读这个新音乐 不是也说吗 而耶稣不是说 我来到这世上 是干什么 我来到世上 是要让这世上 动刀兵 啊 为什么要动刀兵 因为 哪怕是你一家人 啊 你夫妻之间 父母之间 啊 父母子女 啊 之间 是吧 哎 那么 如果 你们之间 是 一个属魔鬼 一个属神 那么 你们彼此 也是 不可以 共处的 大家要注意啊 这里边不是私底 不是私底啊 不是说 他骂了你两句 啊 他举报了你 是吧 或者说他这个 咒诅了你 然后呢 你就说 我跟你 是吧 势不两立 是吧 这不一样 这不是私仇 明白吗 哎 这个 说这里边 善恶是非 正义和邪恶 是吧 上帝和魔鬼之间 这是什么 这是公分 这是公义啊 这不是个人恩怨 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 但是我们要极恶如仇 我们的仇敌 他不一定是什么 他不一定是魔鬼 他不一定是等同于邪恶 但是可能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另一半 他有可能 是魔鬼 是邪恶 大家理解了吗 这之间的差别很大 OK 好 这一讲啊 真的是信息 非常非常的多呀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肯定也会让 我们有些 这个弟兄姊妹呀 或者是木道友啊 是吧 可能会有点脑震荡啊 那大家 把这一讲多听两遍啊 我现在呢 讲完了之后 第二遍讲完了之后 我也真的理解了神 为什么在我上午早上 八点钟我录的时候 让我的电脑坏掉了 因为当时我已经快讲完了 我已经觉得我讲得很好啊 有点洋洋自得了都啊 但是实际上我现在当我第二遍在讲的时候 我发现上一遍的确是有很多地方有问题 哪有问题我就不告诉你们了 因为反正那个什么没有留下 只有我和上帝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所以就是说上帝还是希望我把这一章讲得更好一些 希望我把这一章讲得更透彻啊 更完整啊 更符合啊 神的啊 这个 呃 旨意啊 哎呀 非常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啊 啊 真的是啊 啊 也非常非常的这个 呃 呃 哎 非 哎 真的是哎呀 真的是太感动了 哈哈 就是啊 就是深深刻的理解了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啊 就我在上午那个录节目 然后呢 死记之后我重新再读 我说我又有了新的看见 其实那个看见还没有像我刚刚在讲的时候 这个看见这么丰富啊 然后在我刚刚再又又讲的时候 这五十多分钟里面 呃 真的是多次呢 被圣灵感动啊 真的我觉得很多地方那已经不是我在讲啊 呃 因为我因为我事前没有准备到那些东西 但是我竟然讲出来了 啊 真是 所以当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 就是要刚强壮胆啊 不要害怕 而且我们要把一切的东西 一切的荣耀成就都要归荣耀 而不是要归功于自己啊 只有这样才能够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是若死石金霞 今天是2022年5月9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哈利路亚 咀嚣一门